就会开始带你来看到的人士 林口文化山路一段靠近39巷内的这一带 因为有许多的转弯处 下上民众随意的把车辆停放 所以也造成往来的车辆 很容易发生意外事件 所以地方人士也期盼能够在转弯地带 加装反射镜还有画射红线 新北市原菜淑军服务处非常的重视 也找来相关人士来到现场会开 希望早日改善这些问题 为在林口文化山路一段39巷内 由于有许多转弯处加上车辆随意停放 造成来往车辆经过容易发生危险 因此地方就希望在转弯处能够装设反射 晋级灰色红线避免意外发生 日前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军服务处协助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今天最主要就是说文化山路一段39巷 光之域所日光区跟院议员这边做成型 建议就是文化山路一段39巷 它的转角路口因为建商的施工为力比较高 对于车辆进出的动线 就是产生一定程度的危险 所以说他们建议说是不是说在转角口 加一些交通的设施跟标志 这部分我们请交通局跟林工区公所 相关单位还有南市里的里长做线刊 交通局表示反射晋级红线将会在会刊过后一个月内完成 另外路口处的红绿灯也会加装小绿人以方便附近民众穿越马路使用 经过评估我们会在文化山路一段39巷 那个相关的转角路口都设红线 加设那个转角红线 还有在适当的位置增设反射镜 并且里长也建议 在那个文化山路一段39巷的红绿灯 增设小绿人 这部分交通局也评估同意 相关的那个标线标志在一个月内就会做好 那有关增设那个路口小绿人会在两个月内做好 在市议员蔡树军服务处的帮助下 等到所有交通设施施工完成 将会大大的改善当地交通问题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